由于受到天气的污染 政府采取了车辆现行措施 要外出的人们呢 就需要提前查询车辆现行的情况 今天我们就以仓州为例 仓州出现现号呢 一般怎么查询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仓州现号查询系统 打开搜索结果网页 然后选择火车票网 就可以看到了 打开火车票网网页 选择现行 进入城市现行首页页面 在页面中找到查询的省份和城市 点开 然后进入仓州现行页面 选择想要查询的日期 就可以知道现行的信息了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呢 就是出行之前呢 最好是查一查 保证才能保证出行的通畅